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孩秀,今天是2020年在12月31号,2020年的最后一天,我现在在土耳其的埃尔卓鲁布帕拉多肯山脉滑鞋场的上面,开始我的单板滑鞋课程了,有点小紧张,肯定会摔倒很多次的,现在到了帕拉多肯的半山腰,其实已经接近山顶, 大家都在这一个,滑在上,忍着去开启滑雪的一个森园呢,这边的风景好美呀,看我后面身上其实其实已经融化了,但这个水色还是很好的,阳光晒在上面很暖和一点都不能,我甚至还有点做暖和 对,是不是? 对,来吧 来吧 来吧,来吧 我看到你 好 放低 慢慢 7个多担心 好,来吧 алب 漂亮 wifi 側会 做着 很漂亮 很漂亮 非常有趣 很漂亮 很 Meg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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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停,停 停,停 啊 是 你呢 等你 合覆 如果你 用你的胸口 啊 啊輕鬆 輕鬆 輕鬆 我來 不要 继续追风声的梦 不是完全燃烈 也许为一生云飞 也许为一生无畏 是一生的我都是一样 非常好 非常好 我现在要回到市区了 看我看到了什么 在这个四五线的小城市 我竟然看到了小米 我搜了一下华为 没有 但竟然看到有小米 进去看一下 好像小米是出新季季了是吗 看一下这间的价格 2199里了 小米9 3299里了 NOT10 5899里了 可是我好久没关注过小米了 不知道小米的最新的一个是什么 是小米10吗 8699里了 7000块钱啊 哇塞 不便宜啊 我不是掉了一个小米的充电宝吗 国内是不是卖99人民币啊 这边170里了 要130多块钱呢 比国内贵还不是130 算了一下147块钱 国内99这贵了50块钱 贵了50% 好贵啊 不便宜啊 这边人气还是不错的哈 小米在国外 其实比国内会这么多啊 其实比国内会这么多啊 我 是进了当地的一家网红店吗 这是他们的资质还是获得奖啊 感觉人是很多的这家店 找了好久 然后他们都很忙 看那个大刀 这是我身后的这家店 看看它的名字 里面环境也很安静 而且来吃的本地人也很多 应该味道还不错吧 这么大一包 只要18里了 土耳其真的是一个太适合生活的国家了 埃尔祖鲁姆这个东部的小城市 其实也蛮幽静的 就在这里跨我的年了 这一个也是本土的一个特色小店 他们的布丁非常有名 9里拉一个 然后这个是撒上水果的14里拉一个 各老板还告诉我他们是有专利的 待会儿去给大家照一下这个店的名字 大家来到埃尔祖鲁姆 也可以到这家店来尝一尝 这个大米布丁 这家甜品店就是这个名字 SUTLACC13 它旁边有一个Dartook Hotel 然后刚刚我买的那个烤肉也是在这里 往前面走 右边就是了 上上来第一份烤鱼排 不知道是什么鱼 小伙伴说 据说是鲁鱼的一种 在日本要卖到四五百日元 大家看看是不是有其他意见的小伙伴 可以在下面留言哦 不过香是真的香 好 吃吧 OK 薯条配五个肉丸 一个青椒 这一份25里拉 这一份就是烤三文鱼鱼排 45里拉 这两份烤鱼排 这一个叫True Clock 是吧 这一份是45里拉 最贵的 这个是Alabak 不知道叫什么鱼 他们只跟我说土耳其语 英语也翻译不过来 这一份比较便宜 只要20里拉 一大份 刚刚给大家介绍过的沙拉 面包 还有可以无限量吃的茄子 这三份加起来是巴里拉 就是今天晚上的 艾尔卓鲁骨的晚饭了 这是老板上的一份小甜品 吃上去有一点颗粒状的 刚刚问了一下 原来是玉米磨成的 再加上黄油 这是艾尔卓鲁骨特有的一种甜食 我第一口尝下去的时候 觉得好甜好甜 又跟传统的土耳其甜食一样 但是当你再吃的时候呢 又觉得有一股黄油的那种 纯香的厚味 想要再尝一下 跟普通的腻到死的土耳其甜食 还是不一样的 大家到艾尔卓鲁骨 可以来尝一下哦 这个金黄灿灿的 小甜食 这一堆 只要143里了 包括无限杯的红茶 然后小甜点 大家来到艾尔卓鲁骨 不要忘记 到这家店来尝一尝 他们好吃的玉米黄油甜皮 还有他们好吃的烤鱼 烤肉丸 还有好的餐厅环境 烤鱼 烤鱼 熟的时候他们还送了一个鱼一样的冰箱贴 但是上面是他们这个餐厅的名字 K K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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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